好了,你現在在聽的是神芒第一線 希望大家可以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看看訂閱狀況 魔漢編集部,政衡部,沙冷氣和主持人的個人頻道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 也希望大家可以幫忙 把直播、節目和節錄分享出去 多謝大家的支持 有一宗消息就是... 有人 hack 了進去 叫做中國評論通訊社 或者叫做中評社 前天晚上就出現了一份 叫做李強的政府工作報告摘燈的文章 我有看到 我最初看到不是的 就是這樣寫的一個工作報告 其實那個政府工作報告裡面的內容是怎樣呢? 你可以去中國政府的網站 可以看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其實那個政府工作報告就是3月12日已經公佈了 就是李強有說的 之前有一位叫李毅 昨天有說的 他就說沒有一國兩制那些 不是的 不是的 是絕對有的 我告訴你 可以切7月12日肯定告訴你 現在 根本就是 有說到 一國兩制這件事情 還有 還有 堅定不移 貫徹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 澳人治澳 高度自治的方針 繼續說一國兩制 其實也是 要貫徹這個新時代 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 堅持 一個中國原則 這個總體方略裡面 有什麼 其實不需要再說一國兩制 其實 他裡面有說的 裡面已經說了 那個大方略是有說到 是怎麼做的 他在九二共識上面 建設這個和統的任務 其實是 好了 不要緊 這個是 要長期堅持全面貫徹的 實現祖國統一的方向 是長期堅持全面貫徹 這個是說了 所以你說武統那些人 其實 老實實 我到現在都不認為 這麼輕易會有武統出現 不過有些人的看法當然不是 那 為什麼會說起這件事情呢 就是這個 中評社 其實本來是親中的 沒理由寫這樣的事情 李強工作報告 他有四個批評 第一個批評就是 中國的官員 貪腐嚴重 搞垮這個國家的財政 其實貪腐已經處理了很多 第二就是 外資加速撤離 失業朗潮蔓延 失業率是升了 但是是不是一個失業朗潮 我又認為不是 我看過那份政府工作報告 沒有這些事情 然後就是 股市雪崩下跌 亡國徵銷出現 股市 A股一向都是不升的 那麼容易亡國嗎 這些 也是亂說的 然後就說 建商接連爆雷 爛美房地產遍地 這是真的 它是爆雷 但是 會不會這樣搞死 國家呢 其實沒有那麼容易 好了 然後 原來在推特的 就是 就是 Anonymous 64 這是一個黑客組織 來的 他就說了自己 原來他就是 hack了進去 這個 中國評論新聞 就是中評社的網站 Targeting website of China media 中國評論新聞 他就說 讓全世界看到 習近平在兩會所隱瞞的真相 中國經濟已經全面崩潰 全面崩潰 中國人民生活已經苦不堪言 這個偏離事實太遠了 黑客組織不是很大 這個是造謠的 說真的 哪裡有 可能 現在你說的東西 是貼近事實 沒錯 建商那些爆雷是真的 這個是真的 有很多做 做建商的人是收不到錢 接著就是 基本上就是 連屋子都要賣賣 要賠錢給工人 在國內是有這個情況 但是這個不僅是在國內 我告訴你 我有一個朋友的朋友 他做工程顧問的 就是 那些發展商 拖了 四十萬數 那四十萬數是怎麼來的呢 四十萬這裡的錢 其實差不多兩球 為什麼會這樣呢 有些發展商很糟糕的 有些發展商 拿了你那個顧問公司 跟你說 要設計一些東西 你就幫我計算吧 譬如這裡有結構的 要計算 你幫我計算吧 但是你計算是 計算完之後 那個工程師 不會馬上簽名的 收了錢之後 最後簽個名 他會這樣做的 如果我幫Private Developer做事 都是報告的 我不會簽名的 是我收了錢才會簽名的 不收錢 我從來都不會簽名的 因為這樣是不公平的 是不是 但是我告訴大家 現在 這些建築界的黑幕 其實 每個人都知道 不過是害群之馬搞到 你的行業是死的 這裡都有的 那些害群之馬是怎樣呢 有一個Developer 拿了一個報告來 有些Developer真的會這樣 拿了一份報告 或者拿了一條數字 計算出來 接著就說 之前那個工程師 我跟他不妥 他做了很多事情 不過不肯簽名 其實一聽到這些 我就知道你不肯付錢 不過我又不會這樣跟他說 我又不會說 你不肯付錢 因為Developer也不得罪 那我就跟他說 這樣啊 我又不會觸碰這些事情 我的做法就是這樣 但是其他人不是這樣的 我的做法就是 你這樣啊 你找回那個 consultant 其實他是一定 法律上一定要簽名的 如果給了錢的話 我會這樣說 如果給了錢的話 他一定要簽名的 他幫你對上council 對上其他政府部門 要他負責的 你不可以就這樣來找我們 其實為什麼我會這麼小心呢 我會出事 我最初出來做事 應該是第四年 第四年的時候 我那個老闆 跟另外一個 都是老闆級的人馬 很友善的 他說有一個Developer 跟那個contractor有Dispute 接著就叫我們去幫他做證據 去找那個contractor 結果我們做完事 結果一塊都收不到 結果是 為什麼呢 那些Developer不肯付錢 那時候我已經看到了 那時候我是旁觀者 我雖然有份做事 但是 我照樣負責我 我無所謂 我知道 有些Developer 是很衰革的 就是發展商有些人很衰革的 他們預算不付錢 好了 這個 建商接連爆裂 其實那個實際情況 有時候你自己行業裡的人都有責任 他那四十萬街數 就是別人欠他的街數 是怎麼來的呢 就是他做了些事情 接著 那個Developer 就把他搭東西 拿給另外一個顧問 就要另外那個顧問簽名 上去cancel 有一個顧問願意這樣做 如果整個行業的人 不會這樣做這些混蛋的事情 這些事情是不會發生的 這些行業 為什麼會有害群之馬呢? 其實就是 有些人衰革 他不理會 所以 就是 這些 會搞死這個行業的事情 有些人如果是不斷地做 是搞到大家都沒有運行 其實到最後是 這些是最糟糕的事情 結果那個人現在 有四十萬收不到 做了四十萬東西收不到 四十萬東西大概 如果我保守估計 應該算是一個人全時間做的事情 一年全時間做的事情 就值四十萬左右 大概是這樣 如果全時間做二千個小時 做二千個小時的話 應該是四十萬左右 如果要付出去 應該是四十萬 那就差不多了 結果就是一連八做 那些錢收不回 我跟我的朋友說 有一個朋友說他的朋友怎樣 他問我他可以怎樣 一定收不到的 怎麼收呢? 這些錢是沒得收的 怎麼收呢? 是沒得收的 因為你那些圖 其實有些disclaimer 一定要寫下去 或者有些數字 有些disclaimer 一定要寫下去 就是這些數字 只是給客人用來做intended purposes 那些intended purposes是怎樣呢? 就是你定的 你做consultant要你定的 在合約裡定的 就不能隨便被人拿去 你隨便被人拿去 其實這些我看到太多了 我自己的生意不好 也是有原因的 因為我不肯去做這些 我是完全不肯做的 你如果看到這樣的事情 我會不會走去做 我是不會做的 拿其他人的事情 接著來做 我是不會的 我不是一個這樣的人 就是如果你說 這樣肯做 隨便簽名 隨便說 都可以收到錢 就是別人的40萬 別人把東西給你 然後你隨便10萬 都收到到底 就是有些人這樣跟我說 喂 如果你這樣做 你過得到自己 也好 有些人的 心理質素 或者道德水平很低 你自己過得到自己的一關 但是難保有一天 不是另外一邊的事情 發生在你身上的 有些事情 己所不容物施於人 這是有原則的 現在當然有人很慘 但是問題就是 你自己在行業裡面做的人 有些害群之馬 是覺得這樣收錢快的 你以為他是賺得多錢 慢慢賺了 但是你就弄死了整個行業 其實是 到最後你就弄死了整個行業 真正老實實做事的人 就是找不到吃 好 RittleU.MM 也感謝你的支持 白做又沒辦法追討 很慘 現在國內的情況 你說爛尾房地產 周圍都是 事實上是差了這部分 但是 現在 某程度上 其實 是那些發展商 過度擴張 然後還有 有一件事就是 國家的政策 有些事情落地的時候 真的出了問題 有些政策落地 真的有問題 本來那個原意是好的 那個政策 中央製造的那個政策 原意是好的 落地的時候就變了美 那就很嚴重 SAM出的行有行規 其實很多事情當然是有規矩的 喏 Garviewnew就說 幾大件事都有高個子頂住 但是 那個問題就是 你 之後就是 令到那些發展商更加糟糕 其實之前已經有很多發展商做的事情很糟糕 我是不肯做的 就是我那個老闆 之後我理解 就再沒有接過developer的工作 就是拿了一次的事情之後 就再沒有接過developer的工作 接到的都是一些 contractor 變成做白武士 就是幫contractor去炸那些developer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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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世界是這樣 你看到有不妥的事情 你應該出聲 我認為是的 哈哈哈哈 好了算了 休息一會兒回來講一下主題 休息一會兒 就是講一下 潘卓雄和潘小民之爭 休息一會兒回來講這個話題 休息一會兒 就算了 一會兒 我會選擇 就算了 快點 走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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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曲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